楊貝提兵人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委员巡打 首先我们请周城委员秀霞询问 巡打时间为30分钟 巡打的过程 这个杨贝提兵人 等一下你可以请坐 没有关系 如果因为整天你可以请坐 回答的时候你站起来就好 好来请 好谢谢主席 杨院长长 首先恭喜杨院长 被提名为大法官 院长长期在行政诉讼审判事务上的付出 还有法学领域上的成就 特别是在忙碌的审判工作之余 还抽出时间来讲授行政法 跟税务的问题 这样致力于经验的传承的这种精神 本席给予高度肯定 那首先我要请问被提名人 如果你是大法官的话 对于超越宪判规范的解释的这个视线的要求 您的立场为何 请问一下委员 委员你好 请问一下委员就是 所谓超越宪判规范是指 所指的意义是指 就是说你如果担任大法官的话 你对于这个超越宪判规范的视线的要求 我认为大法官解释宪判 或者是就是他的视线 这个宪判是包含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那当然在解释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秉执这个宪判的意志之外 那因为在当然有很多的宪判的原则 也是在我们视线的时候 要去一并去考虑的 那在视线的在理论上面 才把宪法的一些规范 他有把它分成所谓的宪律跟宪章 那宪律的部分就是 比如说基本权的保障 或者是权力分立制衡 权力制衡这些 这个是属于不能去动它 不能去变动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这个 在解释宪法的这个时候 一定是要去遵守这块的一个意志 那当然宪章的部分 当然就是说理论上面 有人认为是说 这块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些不同的思考 那这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那以后在具体个案的时候 我会再做一些谨慎的一些思考 我们看到宪法的第十五条规定 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还有四字第七百六十七号 他也肯认宪法保障健康权 而且为了实现人民享有健康 具人性尊严的生活 我国的宪法以及徵修条文 都要求国家对于人民 提供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 以及照顾弱势的义务 这些都是属于社会权保障这一环 那同时也是联合国经社文公约 联合国经过社文公约 以及第九条的保障 之普世人权范围 但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年金制度 还有长照制度 托益政策等等这些相关法律 对于社会弱势的保障 其实是不足的 长照跟幼托的公共化服务 涵盖率还不到四成 而且国民年金保险上路的时候 宣称要保障弱势者的老年经济安全 可是呢 却要求弱势者每月要缴交高额的保费 那现在还没有缴交费的 还有四十万的人 那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是却被政府吹缴保费 最高欠费将近有十万元之多 缺乏老年保障 其实这是不符合我们年金政策的初衷的 所以我要请问委员院长 你如何看待与社会保障立法 不作为或者不足的这个问题 您认为应该要如何借由宪法的要求 来控制与面对行政跟立法者 在这部分的形成自由 我想说 国家应该推行全民健康保险 促进现代跟传统医药的研究发展 这个是征修条文第十条第五项所明定 这在健保的部分 那关于社会救助这块 也在征修条文里面有特别规定 就是说国家应重视社会救助 还有福利服务等等 这个都是在我们征修条文 第十条的基本国策里面 所明白产生出来的 那至于说 我们事后的立法 本身对于这一个社会救助的部分 它投注了多少的一个资金 那这个呢 因为牵涉到所谓的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这些跟国家预算的一些经济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块我个人认为说 它应该是属于所谓的立法政策的部分 那也是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立法形成的一个自由的范围 那当然立法形成的自由 是不是要不要去受到 所谓的那个核心性的一个审查 那或者是这一块呢 我只能说我了解的 理论上面呢 既然讲形成自由 原则上是对于我们的立法 有较大的一个尊重的一个空间 但是呢 它还是认为说 在这个立法的形成的一个过程 那是不是对于相关权力之间 有做了一个充分的考量 也就是彼此权力之间 有充分考量之后 然后再来肯认它 是不是属于在立法形成自由的一个范围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回答 谢谢 谢谢啊 那根据我们的宪法以及宪法